Hello大家好,我是李飞白 昨晚E-Star 4比3赢了狼队,成功进入总决赛 双方联手奉献了一场非常精彩的比赛 其中最亮眼的当属E-Star的清荣 四场MVP全部被清荣拿下 个人表现无可挑剔 真的是目前独一档的中单 这场比赛的前两局节奏几乎都是清荣打开的 第一局他的周围关键时刻闪现大招 E-Star直接秒掉了双C 这波操作从难度上来说不大 但是换成其他的中单 可能压根就没有这种想法 也就只有清荣门有这种想象力和胆量 第二局的沈梦希 一直在压狼队双C的血量 清荣的沈梦希很喜欢在前中期给编露压力 这种节奏感也是其他中路不具备的 还有第四局的西施 借收瓶子和伪装都在不停感叹 清荣这个西施实在是太准了 前期两次拉回了飞牛的下豪蹲机会秒掉 中后期又让项羽的周瑜寸步难行 不愧是拥有FMVP皮肤的西施 最后一局的不知火舞拿到MVP可能有点牵强 但发挥也并不差 即便是数据一般 但他的开团一直都非常果断 关键时刻不会手软 可以说这场比赛如果一star没有清荣的话 很可能就输了 很多人在清荣顶替签示的时候 为签示感到惋惜 觉得签示的表现也很好 但这场比赛大家就能发现清荣的价值了 在这种关键的比赛当中确实靠得住 不愧是大赛型选手 目前TPL的中单当中 真的没有人能达到清荣这个级别 小伙伴们认为 清荣是目前最强中单吗